記者數在位置是位於台中市的大坑 就是東山路上 就是要到大坑這一個運動的地方 有發掘到一家非常特殊的義大利窯口 而且是真正的義大利窯口 那我們看到這裡的生意真的非常好 靜靜出現在已經這個時間是面臨到晚上八點了 居然生意還這麼好 那跟著我一起進去看看吧 走 開了十幾天而已 對,我有聽說 聽說朋友講到說這邊有一家純義大利式的窯口 對 那您可以簡單敘述一下 它這個不一樣在哪裡 它這個窯的話 它比較特別的是這個窯 這個窯是 完全是很道地的 很道地的那個義大利窯 它是我們一個義大利朋友 它專程從義大利那個閩南 然後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蓋的 那整個你可以看到那整個上面整個內部 完全是用那個耐火磚 一磚一磚切起來的 而且那個耐火磚中間沒有什麼聲音 那裡面的溫度大概是多 大概大概400度 因為那個披薩是在 坦白講的話因為它的 用火烤的話它的火我比較難拿捏 有時候火太強的話會烤焦 電咬的話或者是瓦斯咬它溫度比較好控制 一般來講的話就是說 你用木材烤的話它比較有那個木頭 比較有那種 比較有那種木頭的香氣 還有那個 就是有一種火烤的香氣這樣 它的內裡面的成分 涵蓋的哪一些東西 可以告知一下薄薄嗎 OK啊 好 那我們去看一看 它跟一般新的麵粉有什麼不同 它就是有點像沙粒 那這個可以直接這樣吃嗎 可以 沒有問題 這是做義大利麵的主要原料 這是已經發酵 已經發酵完全的麵糰 那它需要多少時間來發酵 我們目前採用冷藏發酵 冷藏發酵的話它的 它的放在冰箱裡面的話 四度的話它要發酵差不多 二十四小時以上 二十四小時以上 那這個麵糰皮 我看這邊有一些像是燕麥式的東西 它的裡面有其他的原料嗎 那時候因為是我們考量到說 披薩它是完全是麵糰嘛 但是我們考量到說 現在的人他比較講就講 所以我們養生 所以我們就加了很多的那個 前麥麵糰 是前麥麵糰 我們裡面到目前為止 我們廚房裡面就只有橄欖牛而已 那這樣成本很高喔 沒有辦法 完全是照義大利的方法下去製作 除了說這個麵皮之外 那它的餡有什麼不同 餡的話 餡的話我們所採用的 有一些東西它也是從義大利進口的 然後我們的氣勢的話 我們就比較挑那個大廠牌的氣勢 所以有沒有一些你覺得比較特別的 純義大利口味的餡料 有啊 這是義大利香腸 這可能 這是 這是 橄欖油肌小提魚 他們的香腸是 本身它比較鹹一點 它比較鹹一點點 然後它 有加了黑胡椒 然後沒有 就是 加了黑胡椒 然後沒有加任何調味料 好啊 讓它烘乾一個月之後才能食用 要烘乾一個月 不好意思讓我嘗一小塊 可以嗎 好啊 這個的油汁還有這個發文好美喔 來靠近一點看一下 上面好像這是胡椒還是芝麻 那個黑胡椒 黑胡椒 好 那我試看看 好香喔 那個口感又很Q 只不過有一點點鹹耶 對 它本身它比較鹹一點 因為它要能夠儲存放久 所以它本身它鹽的加多一點點 請你為我們製作兩個 比如說 最道地的義大利披薩嗎 好啊 那我們就來製作一個馬格力塔披薩 然後一個沙拉米披薩 等一下的過程或是說 跟您這個師傅聊兩句嗎 好啊 您這個師傅也是從 義大利來的朋友嗎 對對 好 他叫做 Matteo Matteo 他是從米南來的 我可以問你的名字嗎 Mat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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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裡 Iba Italia Italia 你來到台灣 你來到台灣 多久 大概三千五個月 現在 10個月 好的 所以你做了一道餐子在你的國家 是的 所以我們做這道餐子 什麼是餐子 餐? 是,有花,芋,油 那就是它 所以我們做這道餐子 你需要多少錢 要學? 你得到一年 至少兩年 所以我們做這道餐子 你需要多少錢 你會做這道餐子 你會做這道餐子 你會用多少錢 你會做這道餐子 你會做這道餐子 對 你需要五分鐘 可以做這道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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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餐子很熱 可以做這道餐子 可以做這道餐子 你可以問我們 誰教你做的餐子 你會做這道餐子 我真的 他教了一道餐子 他就是一道餐子 他就是一道餐子 他教了我 他教了我 你是一道餐子 我沒有一道餐子 誰教我 他教了我 他就很年輕 你似乎很年輕 您如何年紀? 我不太年輕了 我不太年輕了 這是一個測試 這是你的測試 您來了台灣嗎? 是的 台灣有很多朋友嗎? 很多朋友? 是的,幾乎 我們期待已久的披薩 終於完成了熱呼呼的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老闆 來介紹我們這兩個披薩 有什麼典故,好嗎? 老闆 這一道是叫做馬格莉塔 它只是用簡單的麵皮 還有那個莫薩拉拉起司 還有加上羅勒葉 三樣東西所組成 它是在上個世界的時候 一個拿破裏很出名的廚師 他煮給一個公主吃的 那個公主的名字叫做馬格莉塔 馬格莉塔兒 兒開始出名的 開始成為平民的食物 成為平民的食物 所以他用最簡單的料理 但是呈現最特殊的風格嗎? 對 它也是用簡單的 簡單的義大利香腸 再加上起司 再加上麵皮這樣子 很簡單的那個黑胡椒 很簡單的沙拉米的口味 跟起司跟麵皮搭在一起 然後吃出它那個 融融的那個香味 一些人他喜歡吃辣嘛 然後我們又找不到說 那個辣的東西跟 意大利的東西 意大利的披薩比較配合的東西 那時候他就用他們家鄉的 他們... 那個馬特歐就用他媽媽的方法 用那個橄欖油下去醃那個辣椒 它醃很久 用很久之後 然後那個辣... 那個辣味... 那個辣橄欖的味道跟那個披薩 比較融合這樣子 所以這是你們的獨創秘方喔 也不是說獨創秘方啦 就是說... 因為橄欖油它本身它跟披薩的話 就比較搭調了 比較搭味 電話是04-2439-0168 可以再重複一次慢一點 04-2439-0168 你好,喝茶吧 喝茶吧 喝茶,喝茶 不覺得氣味比較香耶 氣味比較香 對